接着我们再到日本去看一下 311福岛核电站爆炸事件呢 距今已经整整一年了 那么这次核灾难呢 给福岛县的主要产业旅游业 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据业内人士估计 直到今天的福岛县的旅游业 仍然为福岛之名所类 就连保留大量江户时代武士门的住宅 凭借武士至听而广为人知的旅游圣地 汇京若松市 虽然远离福岛第一核电站 但也有游客锐解 2011年这个市的7个主要旅游点的入场人数 较前一年度减少了45% 2012年4月到12月底的人数 也较2010年度减少了27% 外国游客人数在两年内 锐减了近8000人